繼續開會 我們請黃淑美議員執行 時間45分鐘 開始 主席請定 等一下 時間先暫停一下 等一下第四節 第四節由郭劍門議員執行 然後他採用書面執行 第四節就用四面執行的話 我們一次只會把書面執行交給師傅 再給他答覆就好了 好 時間開始 主席請定 各位局處首長 以及媒體先生小姐大家早安 人口流失動搖國本 這是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 人口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 人口的數量以及年齡的結構變化 是決定一個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那同樣的呢 一個都市的發展跟人口數的增減呢 譬如說老年 幼年 以及青壯年的人口數比例呢 也是一個決定一個城市的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撐 那如何來有效的解決人口減少所帶來的問題呢 例如如何這個產業的發展要如何的做 以及呢 如何增加就業機會 以及生育的問題等等 都影響所謂的我們這個人口的問題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人口流失的問題有多嚴重 來 我們看到高雄市 這個人口呢 在2015年呢 人口數是277.89萬 但是呢 雖然是列居第二 但是我們看到是連續兩年的副成長 連續兩年都是減少的 而且我們看到比台中市呢 就只差了三萬四千萬的人口 三萬歲的人口 那很 這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高雄市的人口 一年不如一年 而且呢 現在目前是列居第二名 但是呢 就快要被台中市趕過了 那我們首先想請教我們的民政局局長 局長 我們想請問 這個會不會是連三年的副成長呢 來 局長 你看 我們現在2016 沒有 營靠 是不是一樣的副成長 是不是 是 其實應該我們是認真講 其實我們很努力的 在 增加我們的 是 前移跟我們的這個部分 是 移居的部分 出生上面我們也是 是 那我要問的是 2016年一樣是副成長嗎 這個要等2016年結束 你有看過數字嗎 有 我有看過數字 到目前為止呢 是 副成長 是副成長 好 先請坐下喔 好 所以是連三年的副成長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嚴肅的問題 連三三年喔 我們的人口都沒有增加啦 當然我們說人口增加 就是要有產業進駐 再來就業 就是要有就業機會 再來才是 這個生育率的 這個比例喔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喔 高雄市 在八年前喔 我們的人口數 是多台中市 多14萬的 多了14萬的人口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剛才看到的數字喔 跟我們說 現在相差只有3萬4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 嚴重的一個問題喔 那相對的在八年前呢 其實 我們這樣的數字 就已經跟我們說 八年來 我們的人口數 一直一直在減 八年後 你看我們看到高雄市 才增加九千八百人 但是 但是 你看 通關 他就多了14萬 多了14萬 所以這個在在都告訴我們 高雄市的人口一直在減少 那如果根據金巨協來講呢 這個將失去人口紅利 所帶來的優勢 來我想請問 我們金花局 什麼叫做人口紅利 所帶來的優勢有哪些來 金花局的代表是誰 來 你知道人口紅利 所帶來的是什麼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我想人口的部分當然會影響到相關的部分 例如青年就業如果 就業問題 他當然會影響到他接下來生育率 然後其他的那個消費的刺激 好 人口紅利 所謂的人口紅利就是高成長高儲蓄 那如果沒有這個失去了這些人口紅利 就是經濟疲乏 經濟不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代表人口紅利所帶來的優勢 就是經濟欣欣向榮 好 好你先請坐下 所以這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人口持續的下滑的時候 人口紅利將不會再有 那相對的呢 我們一直在講說 人口年齡的結構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喔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民政局 來局長 你知道我們目前 老年青壯年還有幼年的人口 各佔的比率是多少嗎 來 他點到直接答回覆 好 我們老人的比例大概在我們總人口的 百分之13左右 13左右 對 那青壯年的人口大概在20% 是增加還是減少 在幼年的人口職業是增加的 老年的是增加 幼年的呢 幼年的其實我們大概每年維持在2萬的出生率 2萬的出生率是減少還是增加 是減少 幼年是減少 所以老年是增加 是 好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剛剛講 失去人口紅利 這代表老年越來越多 而青少年呢就逐年的減少了 來我們來看這個數據喔 來 你看 這個0歲到14歲呢 你看一年不如一年 逐年的減少 從18.3到12.58 那老年人口呢 是從8.66一直增加到12.61 這非常可怕 你看 我們老人越來越多 現在他可能這些青壯年少年人要娶這些老人 所以非常非常的恐怖喔 到底呢 我們 針對這個產業的部分又做了哪些努力 來首先我要請教我們的這個進化局局長 局長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這個要如何使人口增加 那其中之一就是要有人移居 就有人 從外面搬去賣 為什麼他要搬去賣 高雄市 當然要有三業在裡面 要有錢給他可以過生活 他比較有可能搬去賣 所以 來 我們針對高雄市 我們的三業 有做什麼打拼 讓這些人願意搬去賣 來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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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黃議員指教 我想這個部分 在是我們招商最重要的一個業務 就是招商引資 那因為高雄現在面臨一個產業轉型的一個 產業轉型我們講很久了 但是轉型已經好像沒有很好的一個成果 不過我們 從100年到105年的統計 我們在數位產業的招商裡面 我們確實有170幾家公司在公共成立 那也增加了8000個就業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在招商這塊的努力 那另外在促產條例裡面 我們透過中大投資的案件 來吸引中大投資 那在獎勵的過程裡面 就業人口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好你先請坐下我等一下再請教你 我們先來看籤出的人口 籤入跟籤出的人口 來我們先看籤入 來你看高雄市 這個籤入的人口呢 12萬 2015年 去年我們拔到外面 萬一拔到外面 12萬人 我們再來看拔出的多少人 搬出去的 大魚搬進來的 拔出去的比拔到外面更多 這代表什麼 代表因為這些人都鑽到外面 有可能去台中 有可能去土屋 因為台中土屋都是人口是很高的 或許這些人發現說 可能在高雄沒有賺錢 所以他願意拔去土屋館 還是拔去台中市 所以這個代表我們的產業 其實是沒有人願意進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也有在探討這個觀音 尤其是青少年 年輕人 他在他的高雄讀書 他沒辦法在他的高雄上班 吃頭路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一個數字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 他沒有辦法在高雄 讀書 在高雄上班 在高雄生活 他願意搬出去 來 我要請教我們的精華局局長 局長 你知道說 我們的青少年 15歲到24歲 他在高雄是找不到工作的 失業率非常非常高 你知道這點嗎 你知道為什麼他們在這裡找不到頭 是我們的產業不適合他嗎 其實我也有研究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產業 我們過去高雄就是重工業層 重工業層 因為重工業 現在延續下來 其實 這個第二類 第二種類型 一樣存在 就是說製造業 一樣存在 那這些年輕人 他不願意做 不適合他做 所以他願意去第三種產業裡面做 是不是這樣 來局長 報告議員 我想 二級產業確實是我們高雄原來比較多的一個類型 那當然是以工業化為主 鋼鐵石化金屬或者是造船 那三級產業確實是比例上是比工業的比較少 那以行政院主題書的統計來看的話 那確實製造業是比例還蠻高的 那所以我們才會積極去引進新興的產業 希望可以藉由新興產業帶來就業機會 讓我們年輕人有比較多元化的一個就業方式 是局長你先請教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其實失業率市政府真的有在努力 失業率從5.2一直降到現在3.8 所以但是呢這個年齡失業的15到24歲 你看還是那麼多 年輕人沒有辦法在他的故鄉工作的一樣那麼多 那剛剛局長你也提到 第二種產業或許是年輕人他不願意做 那不願意做高雄市又是一個重工業層 所遺留下來的這些加工業 那他們必須逼的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在我的故鄉 找到第二種產業的工作 那必須要去第三種產業 但是第三種產業又不是那麼多 就如剛剛局長講的轉型 我們產業在轉型 但是這些轉型的過程中 是不是適合這些年輕人進駐 我覺得這個精華局 應該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年輕人他沒辦法 在我們的三業裡面 第二種產業裡面找到工作 來局長我再請問你 那你有沒有想辦法說 從這個環境上去改變 譬如說這些加工業 你有沒有辦法說 想辦法讓這些年輕人 也願意留在這個第二種產業裡面來工作 來局長你們有沒有這樣思考過 謝謝議員 我想第二級的產業 像剛剛說以工業為主的話 這個部分其實傳統工業 積極的這幾點也在做高質化的一個轉型 那高質化的過程裡面 像我們的金屬產業 它就會轉型到 衣材牙科的衣材牙科 甚至往航太零件來走 那這些部分對於年輕人 就可能會比較有高的就業機會 那當然另外這是傳統產業的部分 那我剛剛必須跟議員報告 新興產業的部分 像這個數位內容產業跟會展產業 也是我們現在繼續在推動 那我們相信這兩部分如果可以增加 不同類型的產業別的話 那就業機會就可以增加 所以你們針對第二種產類 是這樣的做法是嗎 鼓勵高質化的部分 來增加就業機會 那當然也會引進新的投資案件 好 謝謝局長 其實簡單說 就是這些小孩 他可能覺得說 會沒冷氣堂吹 還是說這個三個就是要流汗 要在日曬裡面做工作的 這些年輕人不願意 他們寧可去端盤子 寧可去國外 做外勞 卻不願意留在台灣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現象 局長我希望你們這個 在產業方面要努力 讓年輕人願意留在高雄 好嗎 其實根據這個2010年 這個50歲以下的人口 其實 佔城市比例69到72 到今天呢 已經下滑到64.86 這個是非常非常驚悍的一個數字 年輕人 他沒有辦法留在自己的故鄉 再來 我想 就業方面 就業方面我想請問 我們的勞工局 局長 我們是不是推了一個 這個 幸福高雄移居 軍貼 來 可以告訴我們 你的幸福高雄移居軍貼 做得怎麼樣 有成果嗎 來 機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是 目前移居 今天從102年開始 實施到現在 已經進入今年第四年的計畫了 是 那檢討過去這三年的成績 我們總共有 核定了 就是來申請的 有782個人 是 核定了436個人 是 的核定案 那總共有 因為這個 涉及在 高雄的 因為我們會希望 透過這個津貼 來讓一些 薪水比較高的 高價值的產業 可以群聚進來高雄 那目前這個 436個人裡面 有317個人 大概有7成 他是涉及在高雄市的 所以300多個人 符合你所謂的條件裡面 是不是這樣 就是透過這個計畫 那現在還持續在做嗎 現在還在持續 現在還持續在做 你一年編多少預算在做這個 總共這3年來 我們編了4500萬的預算 3年來編4500萬 那針對今年你編多少 今年大概1400 1500萬左右 那你1500萬可以補助多少人 1500萬大概 因為你一年一萬 你就是一百五十的人 可以領到這個補助而已 是不是這樣 差不多每年都差不多一百五十的人 一年都一百五十的人 好 你先請坐下 我覺得你們這樣的補助 於是無補 就是說你限制太多的人 你限制一個月 他在那裡上班 一個月留保要保三萬六以上的人 要保三萬六以上的人 而且呢 你還要限制年齡 限制年齡嘛 再來 你又限制他的產業別 就是說 他要是策略性的產業 你不是說 你冠軍要高雄 我就可以補助你 所以 其實你的限制太多了 第一個限制年齡 第二個限制職業 再來限制年資 再來 限制你工作的薪資 你看這樣符合的人 是多少人 他如果有資料餘三萬六 他有需要這種補助 其實我們補助是希望這些人 可以回到高雄來就業 可是你這樣的補助 我覺得於是無補 是不是你要放寬一點 你如果要做就做得好 因為你變一千五百萬 你只能照顧一百五十的人而已 你剛才說的 可能來申請四五百人 但是呢 你對這四五百人 你要怎麼分別說 你可以給你申請這個 不能給你申請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困難度 你要就把它做好 不要就不要有這種 什麼叫移居津貼的 因為沒效果啦 要做就做有效果說 因為你這樣的補助 真的可以吸引這些人進來 好不好 好 謝謝 再來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說這個要讓人口可以增加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生育 現在的人都不想生孩子 而且生一個 頂多生兩個 甚至他都不要有小孩 其實生育率降低呢 其實我們做民意代表的 我們每天 我們去學校的校慶 我們就看得很清楚 我們看到操場上 我就問校長 校長現在的學生這麼少啊 他說對 以前是滿滿的 底下都是學生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呢 不僅減班 然後一般裡面呢 以前的小孩都會說 你叫老師 就要30的人而已 就好了 不然我沒有在那四五十人的班級 但是現在幾乎都是30人以下的班 所以這代表 現在人不想生下孩 那現在人不想生小孩 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怎麼樣鼓勵這些年輕人 願意生小孩 其實我們市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這些努力有沒有效果 來 局長 社會局局長 局長 我看了一下你們的補助 那你們的補助呢 其實桃園他第一胎就3萬 那台北市台北縣呢 都是2萬 然後呢 高雄市呢 是6千 是最少的 台南市雖然也是6千 但是他第二胎是1萬2 但是我們第二胎一樣是6千 雖然說這些補助 可能不會影響說 要不要生育的問題 但是我們從桃園的數據看來 鄭文燦上任之後呢 其實他就這些社會 他灌入了很多的這個心力 所以他就說第一胎就3萬 結果呢 他真的是 讓人口數增加了 讓生育力提高了 來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針對這些6千6千4萬多 那4萬多要用的人 只有一成人會用到啊 四萬塊很多啊 像很多產戶就跟我說 政府啦 掉一塊肉在那裡啦 4萬多啦 我現在自己都養不起 我哪有可能去生第三胎來領4萬6 不可能 所以你要獎勵的是 第一胎第二胎這些人啊 是不是 利用6千6千 來局長 有沒有想辦法把這些生育津貼 可以提高 來局長 來局長 謝謝副議長 謝謝議員的關心喔 呃 如議員您剛剛所說的 我們現在生育率 呃 的確是大家很關注的一個重點的課題 那 我們也從很多的角度來想說 要怎麼樣可以提升我們在地的 那個出生率 那我們也有 比較過前幾年的一些相關的數據 其實 我們正點 重點是像台灣整體的生育率要提升喔 但是現在 各縣市政府在 比賽這個生育今天的金額 其實 只有造成 我們 縣市之間的遷移 整個國家的生育率 其實是沒有提升的 那但是我們如果要提升我們自己的 生育率怎麼樣 在現有的一個預算的金額 在可行的範圍之內 我們也有 研討過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民意代表 也有給我們其他的意見 也有像議員您提的說 是不是我們 第三胎 我們金額可能是各縣市 幾乎是最高的 但是第三胎比較少人獲利到 是不是可以移到第二胎 這個我們也都有在眼裡當中 但是我們也有其他不同的聲音說 希望我們這不是用來發現金 而是市府現在希望的政策是希望 以服務來取代發現金 這個部分 怎麼樣的服務 所以我們現在有增加我們的 坐月子倒宅服務的這個部分的規劃 然後保母相關的一些服務平台的一些 這些原來都有啊 本來就有 那這也是配合我們中央現在要推動 我們居家托育人員的這個部分的加強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公托跟育兒資源中心的部分 那也是有議員會覺得說 我們的服務的一些據點 或是發津貼的這個部分 可能都會比較是 少數的 如果說公托就是少數的人可以獲得幫助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是可以長長久久 甚至獲益的人可以比較多 所以我們最近如果議員有注意到 應該都會看到我們現在廣設 我們在找各地的閒置空間 把它活化 在地可以多設免費的 大家都可以來運用的育兒資源中心 然後讓不管是父母 或者是阿公阿嬤 甚至說其他的照顧人員 他就可以就近在他社區裡面 使用這個免費又安全的 而且是符合小朋友的這個 生長年齡 他的認知需求 這樣子一個環境 而且還有免費的這些輔具 甚至還有收費非常低廉的 一些相關的一個親子 課程的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會比較以這樣子的方向 來做為我們現在的規劃 好謝謝局長 你先請坐下 你剛剛講了很多 那我們知道說 你要做的很多事情 譬如說你剛剛說的公托部分 包括說有補助所謂產戶的 任何的輔具方面 但是很少人知道 很少人知道有這樣的補助 所以代表說你們雖然做了很多 我知道局長很認真 但是呢是少數人才知道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要去推廣 那公托的部分確實 很多人就講 那條也不到了 那要打也打不到了 所以這個公托部分 確實可以提高生育率 譬如說我的孩子如果有人會照顧 最好是把我照顧六歲 這樣我就來生 生兩個生三個不小心 所以這些除了補助之外呢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這些也是重點 但是補助方面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提高 不要用那六千六千的 甚至有人不想去領這六千塊 所以我覺得說 是不是給他補助高一點 兩萬三萬 看會不會提升 再來講 如果你做了一年兩年 有提高生育率 那也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嘗試來做看看 其實我們剛剛講了很多的 這個包括產業 包括就業包括生育 今天呢 其實人口的問題呢 更重要的還有一個問題 人口增加對一個城市 直接的影響就是稅收的多寡 你人口如果坐 人坐當然稅收就比較多 我們看到說 其實地政局 這邊 調高這個低價稅 我想很多的議員都講過了 是怎麼蓋比較高 是怎麼會增加30億 我們這個市庫增加了30億的地價稅 你也跟我們講 沒有啦 這跳30幾%而已 平均30幾%而已 一個人平均千幾塊而已 但是我就都看不到千幾塊 我是說奇怪 我明明就蓋一杯 你怎麼都跟我說 蓋千幾塊而已 平均啦 這錢的東西 就沒辦法蓋金 他的錢也不會來我這裡 我的錢也不會去他那裡 所以這就沒辦法蓋金起來 說千幾塊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我明明去年繳了2萬多 我今年就繳4萬多啊 明明我的地價稅 就漲了一倍啊 但是來 我們知道說政府齁 其實稅改的目的是什麼 稅改的目的就是要平均財富 就是讓有錢人的口袋裡 可以拿錢出來 但是你蓋地價稅不是呢 蓋地價稅是全民都蓋的 好爬山都蓋啦 所以這政府齁 做這樣是不對的 政府要稅改 是要從有錢人那裡拿到錢 才可以重新分配財富 而不是全面的調漲地價稅 叫做平均財富 來 我們來看 為什麼會這樣蓋齁 來我們來看 來 這是來建博 有很多人唸小櫻啦 我都替小櫻 覺得說這不是小櫻的問題 唉 104年小櫻還沒有就任 那時候呢 中央政府 就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全面性 調高地價稅 所以這是在舊政府時代呢 就做的事情 而且 在這個裡面呢 很清楚的第二條 公告地價部分 建議各直轄市 喔是建議喔 不是規定你一定要做喔 建議喔 所以我們有查過喔 澎湖是沒有長 配偶是沒有去的 雲林呢 它是漲了7% 那高雄市 漲了32% 那局長一直告訴我們 啊 這個喔 我們又排第三名啦 我們不是 蓋最大的啦 但是 欸 我看 當然我們 我們地方政府 很多 過去都去中央 說 啊 地方政府都沒有錢啦 啊 所以這個 中央政府呢 他就想出這個辦法 好 你地方政府來還沒錢 我就叫你公告地價都放下去 齁 結果這樣一漲 之後呢 全民都在罵 齁 像 有一個 在大聊的 他跟我講說 他原來 是繳80萬 他現在在繳200多萬 長了三倍 繳三倍 在仁美地區的呢 也有一個 他就 半夜12點 答來給我 他說齁 咦 我們的政府不是說 錢幾塊而已 我才會去三倍啦 啊 我結果我就走去地政局問看齁 是怎麼我會去三倍 他跟我說齁 因為環境變好 然後這個人跟我講說 你知道我的環境為什麼會變好 因為我花錢自己 去造證 去把這些環境變好了 然後我花錢 讓環境變好 你卻要給我 磕三倍的稅 其實我自己在基山 有一個地方 那怎麼買就買不買 沒人要頂的地方 結果你也去一倍 你也長了一倍 我看了我都 傻眼啦 我說我這間 全去送給政府好了啦 來 局長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們一直告訴我們 長三十幾趴 可是 很多民眾打進來的 都是兩倍三倍的 而不是三十幾趴的 再來就是 政府 中央政府給你的是建議 一個直轄市 而不是規定你一定要這樣子做 我常常也 其實這個問題 我在上個會期就講過了 因為那時候我就知道 公告地價要漲 然後 那時候我也建議你們 其實 三年 公告地價是三年條一次 你可以巡視俊見 就是說你一年一年去 去到尾了 去到第三年 你才到位就好 可是你就一次到位 這樣人民當然會跳起來啊 如果說慢慢的 把他建議分三年 就不會這樣啊 結果你一個建議起來 全部都民怨 來 局長 議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的指教 剛剛提到說 那個公告地價的一個調整依據 他主要在88年的時候 他有五大因素 這個我也有提到過 那在去年他在開會的時候 就是秀在上面的那個部分 他是開會的時候是這樣說 可是在11月的時候 他又來來韓要重申 一定要在這個 不不得低於這個 103年到105年公告限制 調補的一個累計 所以我們是根據這樣的一個原則 105年嗎還是 103到105年的公告限制 調補的一個累計 你說第二次來韓 第二次來韓的是 105年的11月 他又有一個 105年的11月 104年 104年的 104年的 因為我現在要釐 以前是舊政府還是新政府 對不起 104年的11月 這個口誤 104年的11月 他再度來韓 或者是亞洲新灣區 那還有呢 就是已完成開發的地區 像市地重劃 區段徵收 那個已經都完成開發了 政府投資資本進去 造成地方的一個發展 那當然這個地價 一定要 勢必要有所調整 那另外就是一個 交易熱絡的地區 因為我們知道 在102年103年的時候 那個地價 整個房地產的市場 非常的景氣 那個時候 這個價格呢 漲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收集這三年來 因為公告地價 他是三年調整一次 所以這三年當中 因為有漲得相當厲害 所以有一些這個交易熱絡的地區 都是我們列為這一次公告地價調整的一個重點地區 另外還有一些像低度利用的 像違規使用的農地啊 違規使用做工廠使用的 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是把它這個作為調整 公告地價的一個原則的一個地區 好你先請坐下 你剛剛講到農地 農地把它作為工業使用的地方 你是調的比較高 是不是這樣 是這樣嗎 但是你知道說 這個農地做工業使用 不是這個工業使用人他願意這樣 因為過去我們的政府就是鼓勵 這個農地 就是家庭工業 所以他就可以在這裡做 所以這些人常常埋怨啊 為什麼你政府不給我一個地方 給我一個專區去做 你現在開始都給我發這個 什麼都要從這裡來發 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的 不是他們願意的 政府要找一個專區來給他們 他也很願意啦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鳥松跟人武地方 其實最多這些農業區工業使用的 但是他們一直期待說 政府可以給他們一個專區來使用 而不是說 一味的一直滑他們 一直開單給他們 再來 我想 這個 我看到小港區 其實小港區 也很多 漲了100%的 你剛才跟我們講的 就是說 他現在 可能中央褲啦 還是說他現在比較發展 所以他會去比較高 但是 很多 很多小港區 我覺得這都是 一個鳥不聖誕的地方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長到100% 再來我剛剛講的 齊山那個也是 你也長了100% 再來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半月12點打來跟我講 他說我是花錢自己造證的 那我造證你政府還要給我花 他說他 他是多少三倍啦 他說他來問人的是 你是跟他說 因為 這個環境改變 環境改變 人美地方 局長你注意一下 人美地區 他是長了3倍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嚴重 其實 人民沒辦法 沒辦法 要說這樣 你知道 其實呢 高雄的稅負 有多高 我們來看一下 高雄的稅負 高雄人 平均一個人要繳多少錢 我們的稅負有多高 來 局長 你看2015年 是6萬多 我們的稅負 幾乎跟新北市一樣 而且是贏過台中市 一個人平均要繳的稅 是這樣 但是繳不去的多少人 來 繼續看 局長 繳不起 我們真的繳不起 2015年有3萬多人是繳不起的 高雄都繳不去啦 高雄人真的沒辦法 你看台北海關 繳不去也有1萬7千多人 但是高雄人 你看2015年就有3萬多繳不起 那你現在 你這樣一調整 我看這數字一定會很強 繳不去也越來越多 但是你又跟我說 繳不去也沒關係 我們來分期 分期也是要繳啦 而且你又說是 3萬塊以上的 才可以來分期 很痛苦就是痛苦 那叫3萬塊以下的啦 3萬塊以上的都叫做帝主 他都有資料繳啦 對他來講沒有 沒有意義 繳不起了 就是那些3萬塊以下的人 繳不起啦 因為他沒資料這樣繳 所以你的條件 你的條件又是3萬塊以上 又是要漲幅50%以上的 才可以分期 我覺得這個沒有道理 你知道說你大嫁歲這樣去 英雄到什麼 來這個地上權的 他要跟著你的公告地價調漲 甚至是調了三倍 你的地上權的 再來就是陽明國宅 這些租房子的 因為你的他的地是政府的 所以變成他的租金 要隨著他的地價來調漲 這些人繳不起 所以局長 其實我們很憂心 你這樣繳不起欠稅的 會越來越多 其實我請說 政府要求稅要求錢 有很多方法 但是我們過去的政府 都沒有去做 包括說 這個地下經濟 一年啊 一年有兩條 一年有兩兆的 這個稅金 你沒有辦法去收到的 你沒辦法去收到這些錢 包括千賭的 你有辦法去收到這些錢嗎 沒有啊 淘寶王進來台灣的 一年營業額多少 幾千億啊 有沒有辦法去科到他的稅 都沒有辦法 這些才是中央政府要去努力的啊 中央政府 你要求稅 不是這樣求 不是全面性的去 去科稅 而是要從 這個哪裡有缺失 哪裡去找 再來就是從有錢人的口袋 拿到錢 這個才是重點 來 這一題我要問我們財政局局長 局長 求稅不是這樣求 你看這樣求全面 都是民怨啊 外面幾乎全部都在罵的 你可以去科啊 你可以去找啊 你看 一年有兩兆耶 兩條你想不到耶 好 淘寶王的 以前我常講的 好 再來一些富人稅的 你怎麼減了 好 局長 你看你憂心嗎 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黃妍齁 你那些富人稅的 我的意見 好我這樣說明 好 就是富人稅 我想這個應該 我們稅制是中立的 是應該 有錢的多繳錢 沒有錢的 繳少一定 是啊 那過去八年 其實有兩項的稅收 兩項的稅收 就 我們就覺得政策上 有需要再檢討 調整45%的 對 調整了45% 人才就外流了 不是我講的是 那個 移證稅 移證稅 從50% 以下降到10% 對 這個也是有錢人的稅 對 那舊的政府 就把它調降了 另外一個是 中手稅 中手稅 不是中手稅 銀手稅 25%降到17% 就降到17% 當時政策的意義 就是希望說 資本能夠回流 能夠擴大投資 那經過這幾年 數據顯示 真的也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那還有一點 我要跟黃議員報告 就是 是地價稅 地價稅 我們今年大概可以收到 將近一百三十億 對 我要跟黃議員報告 百分之九十七 我們有九十三萬路 百分之九十七點八 貢獻了二十七億 那剩下了百分之二 左右貢獻了一百多億 那我們 地價稅還有一個特質 它是累進稅率 就起徵點之後 所以是累進那邊才會加倍嗎 所以你剛剛講的 從八萬到兩百多萬 它就是超過 它土地多 所以它的稅率就高 好 你先請坐下 好 謝謝局長 局長講的沒有錯 這個是因為累進的關係 所以就讓這個稅加了三倍 所以 不要一直告訴我們 打一個人欠幾千塊而已 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說 他如果累進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翻倍 漲起來 其實呢 剛剛我們看到 這個繳不起的 欠稅的越來越多 其實民國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也是有一次 抗稅風波 其實那時候 就是 也是一樣 第幾歲 結果那時候呢 的政府呢 就只好打折 打折啦 這個不是沒有潛力啦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我們高雄市政府 有沒有可能打折啊 有可能打折沒有來局長 我們有可能用打折 因為七十六年 也一次這樣 也是抗稅風波 所以高雄市政府 那時候就減了 地價稅 用打折的方式減啦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 繼續這樣子的話 高雄市 真的很多人 是繳不起 有沒有可能 這個打折 我要跟黃議員報告 是 不可行 不可行 因為 七十六年 那個背景 可能現在是 有不一樣 好 你先請坐下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稅 其實政府有很多地方可以扣稅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地下經濟 其中之一 再來我們要看 很多稅 都可以去扣的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 過去都沒有去扣的 來 剛才我們局長有說 這個鎮雨稅 還有遺產稅呢 從五十趴降到十趴 這些就是富人稅 好人啊 好人啊 好人才有辦法遺産 因為我們知道遺產稅是一千二萬 才開始可以扣到嘛 對不對 局長是這樣嗎 一千兩百萬嘛 那有一千兩百萬遺產的人 以上的人 其實是少數 我說明 是扣完一些 剩下之後 一千二 對 所以這一千二 是少數的才有 兩千萬以上才有 對兩千萬以上才有嘛 所以我覺得這扣五十趴是應該啊 但是我們過去的政府 就把這個富人稅減到十趴 然後剛剛你講的 盈利事業所得稅 有賺錢當然要繳稅啊 繳25趴也是正常的 結果我們的政府也把它變成十七趴 所以這些都告訴我們 其實都減了富人稅啦 其實我們台灣的稅 我們常講所得稅 所得稅其實有兩種所得 第一個就薪資所得 第二個就是資本利得 我們的政府呢 收到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收到我們的薪資所得 這個資本利得呢 只刻到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其他國家 其實他們資本利得 都是刻到五十趴的 來我們來看 來什麼叫資本利得 我們一個一個看 這個土地 土地增值稅減半呢 這個就少收了一千億 再來呢 這個證券交易所得稅過期就沒收 所以這些損失了一千五百億 那金融事業譬如說 開銀行的 還是開保險公司的 過去是不用稅呢 九十三年那時候 開始是不用刻稅的 到去年才開始又刻兩趴 所以因為這樣也損失了一千五百億 再來兩稅合一 這個也讓政府少收了三百五十億 什麼是兩稅合一 因為這個公司的大股東 他在所得的時候 銀利事業所得的時候 刻了一種稅 然後在你個人綜合所得稅 他是可以抵減的 所以這兩種不會重複的刻稅 這樣減收了三百五十億 再來促進產業發展條例裡面呢 所有的製造業是不用刻稅的 這就要不用刻稅 過去呢 只針對策略性的產業 才可以免稅 現在是全部免稅 而這樣就少收了兩千三百六十三億 那軍教人員呢 也是免稅 這樣也少收了一百四十五億 那個人境外所得呢 什麼是境外所得 來局長 你知道什麼是境外所得 跟黃議員說明 境外所得 就是我們國人在 我們中華民國 就是外國賺的錢 對 就是我們貪的錢 把他抓到國外第三個國家去 把他藏在第三個國家 來你先請坐下 這些都不用繳稅 所以很多人就會逃漏稅 他逃漏稅 他就會把錢 這個 這個 移到其他的國家去 譬如說 我如果不給美國 但是我叫美國 把他回去 這個 什麼一個小國家 把錢匯到那裡 他就沒有直接進來 台灣啊 所以這些稅 你就科不到他的稅啊 所以因為這樣子 政府 損失的 無法估計 再來 不動產 證券化 局長 很多人用這樣走稅 你知道嗎 不動產證券化 你知道嗎 來局長 你知道這個嗎 這個要 很有這方面 對 但是現在人 很多都是用這樣 就是把你的不動產 用這個 像建管這樣 所以他那 上市之後 他全部免稅 他全部都不用稅 很多人是用這樣走稅 所以好好的人 好好的局長 你先請坐下 我現在要講 有錢人更有錢 沒有錢的還是一樣啊 貧富差距太大了 其實政府要去 想資本利得去拿到錢啊 不要拿政府 我們所有公教人員 所有領的薪水 百分之七十五都科到了 百分之二股 比較資本利的才會去拿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 稅制的不公平 好我今天講到這裡 我想請我們的這個市長 市長針對 我們副市長來講 針對我今天講的人口的問題 包括產業 包括就業機會 還有再來就是 生育的問題 再來稅務的問題 我想請教我們的副市長 對這樣的看法 謝謝 來 喜副市長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我想幾個部分 先跟王議員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 我們在看人口數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口數的調查 都是戶籍數 他其實並不見得真正能夠反映 這一個長住的人口數 我們基本上在2006年到2016年 就是今年 我們其實高雄市的整個投跑的人數 從這個96萬成長到110萬 這10年間大概成長了14萬5千人 事實上這個數字是遠比這個戶籍數來得更正確 他是真正在我們高雄從事經濟活動 住在高雄的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其實整個高雄實際的人口數 事實上是增加的 這是第一點 當然這個 為什麼實際的人口沒有辦法轉換成戶籍數呢 這個很多時候都會牽涉到社會福利的部分 我們這邊其實高雄有很多都是澎湖過來的人 甚至有金門過來的人 那他們的戶籍如果是高雄市 他們沒有辦法享受這個離島相關的優惠 包含機票的優惠啦 甚至包含金門酒廠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回饋跟優惠 那這一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要進一步的高雄市政府採取獎勵大家 住在這邊 把戶籍簽進來這一邊 我們會來檢討這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總是不希望 為了要去增加這個形式上的戶籍數 其實去導致整個各縣市的這個社會福利資源的 老實說相互的競爭啦 那第二個當然很重要的是這個生育率 我們剛剛其實社會局局長也有提到 這幾年其實普遍的生育率的確是降低 這是全台灣非常重要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也其實最近已經開始在做這樣的一個 開始這樣一個檢討 我們的生育津貼 如同剛剛這個黃議員所講的 這的確是有一些市民的反應 第三胎的獎勵高 是不是會變成這個看得到領不到 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在檢討 把過去這幾年包含各縣市在生育津貼上面的狀況 我們甚至這樣的一個生育津貼 是不是有效的反應到這個獎勵生育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希望這個在未來能夠做一些調整跟檢討 那再來第三個當然就是社會移動 社會移動最重要的就是在產業發展上面 產業結構的轉型 其實過去這四五十年來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坦白講這樣的一個轉型的腳步 其實我們非常用力的在推動 但是它的長久以來的這個結構一下子要改變 的確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至少高雄市政府好比說去年的 全台灣各縣市的這個招商評比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是第一名 招商的績效金額 我們都是第一名 那也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這個人口外移 社會移動的部分 其實它的確還在外移沒錯 但是它是在趨緩中 那整個南北的薪資差距 事實上還是有 但是也從過去大概五千 一直縮短到三千七三千五 這個目前一直在縮短中 那當然這一方面 產業的這個創造更多的這個投資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率 這的確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努力的這個目標 但是我還是必要強調 從經濟人口數就常住的人口數 這個勞工保險的投保人數上面來講的話 事實上這個城市的人口數 它是在增加當中的 以上跟黃議員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好 謝謝黃議員 今天議程倒數結束 三位